大家好,我是小齐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爬腾植物 开花大,有香味 可以做到四季开花的 看,就是面前的这一棵 这一棵是种了第二年 第一年种的时候是20公分的小苗 我种了一棵 今年到了夏天的时候 你看开爆了 它从春天的时候就开始开花 一直持续开到现在 而且上边还在不断的让花苞 它开花是一种深红的颜色 零开败的时候就会变为粉色 彻底粉色以后用手一碰 就会彻底脱落掉 它单朵花的直径 在两到三厘米左右 开花的时候香味比较清淡 你只有站在这的时候能够闻到 如果离得远了是闻不到的 并不像风车茉莉一样 只要种一棵满棚都是香味 但是它这种香味比较 闻了比较舒坦 只是离得近了才能够闻到 它开花呢 花量是比较大的 而且比较好养 有好多人说 我是想在室内去栽一个爬腾植物 做成花柱的话 你也可以选它 如果南方地区你可以栽到院子里 北方地区你可以栽到阳台上 去搭一个小架子 长势也非常的快速 它是属于一个攀伐性能非常强的 在家庭中一定要做好支架 而且养护比较简单 我在这边就是光给它浇了水 也没有施肥 待到地上它跟肯定长得很远了 所以说现在一直在持续开花 我的风车茉莉早就开败了 它现在花量还是最大的时候 上面一直往外冒花苞 如果喜欢养一定要选择一下它 它是比较好养的 再如果说盆栽的话 我去查了一下 问了好多人也有人养过 他们的养的时候都是直接 用大花盆去栽住 用透气性好的栋 水的话土壤干到一半左右 及时的浇透 肥料的话在花盆中 由养费缺失 我们要定期的补充 一个月的话给它一到两次 用零元素含量高 其他元素也不缺失的 如果说您的苗子比较小的话 您先前期的话 直接给它使用多元素的 通用的肥料就行了 比如复合肥通用的营养液 这样一个月给它两次 它就能够快速生长 长得比较大了 看着主干比较粗了 你就可以催花了 先去用上次磷酸二斤甲 再去用花子多少号 这样就能够持续开花 但是有一点 它要求要见光 最起码要见光四个小时 如果长时间缺光的话 你养它它就不开花了 现在学会了吗 喜欢养的话可以入手一下 在网上能够找到 别的小区说的还可以 别忘了给小区点个贩 点关键再走